前日首相纳吉昨天在马大附近的餐馆举办Bosco见面会 一群学生在不远处高举海报做无声抗议 武统最高理事洛曼以及纳吉的其他支持者知道以后很不满 双方接着爆发了肢体冲突 纳吉昨晚是火速的撇清关系 他向当今大马澄清说 动粗的男子不是武统党员 只是普通路人 跟他纳吉也没有关系 今天Bosco在登加楼出席活动的时候 也再次强调昨天的那场冲突呢 是因为那群学生挑衅在先 前首相纳吉的支持者和马大学生爆发肢体冲突一天以后 作为主角的纳吉也再次针对这起事件作出回应 纳吉声称为了避免冲突 所以他昨天才没踏入马大校园 没想到却还是有学生对他展开人身攻击 不过昨天的冲突事件显然没有影响到Bosco的好心情 纳吉今天到访登加楼的时候 不但和支持者抱在一起自拍 还不时流露出灿烂的笑容 看起来心情大好 掀起Bosco旋风的纳吉也在记者会上 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 指点国阵和巫统基层 应该如何重新获得民众的爱戴 纳吉也向记者强调 他认为民众现在已经能够分辨那些对国阵的不实攻击 所以他相信民众会重新支持国阵